大家好,我是俏美食小新 今天用豆腐、虾仁和毛豆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一块嫩豆腐从中间切开 然后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块 放入盘中备用 这个是我提前剥好的毛豆 再准备一些生姜、大蒜 菜椒和小葱 把黄菜椒切成丝备用 红菜椒也切成丝 大葱切成斜圈 再切点葱花,放入盘中备用 生姜切成丝 大蒜切成片备用 锅内加入油,把油烧热 放入葱姜爆香 接着加入豆腐 开中火慢煎 加入食用盐 用勺被轻的推动一下 加入一小碗清水 开大火煮开 接着再加入毛豆 少了一点难得料 开中火煮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加入虾仁 开中火继续慢煮 煮到虾仁变色之后 加入一些水淀粉 最后再撒上我们切好的菜椒圈和小葱 出锅 装入盘中 好了,这道好吃又下饭的虾仁豆腐羹就完成了 虾仁和豆腐,含盖量都非常的高 下点可以多给孩子吃这道菜 营养补盖 好吃又下饭 孩子也非常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赶快瘦上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